大家好,我是毒魂 上月月底,我们的怪物猎人世界生物学设计潜弹系列迎来了开门红 第一期视频仅用了六天时间,播放量就破了十万 老毒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很开心各位小伙伴能喜欢我们的视频风格 在上期视频,我们介绍了非常适合新人练习基本功的大贼龙 而今天的主角,他要是很多猎人乐意拿捏的软柿子 他就是在怪物猎人世界登场的五种鸟龙种中 最有鸟样的骚鸟 我们先来看看骚鸟在怪猎生物分类中所处的位置 据树状图显示,它们属于鸟角鸭目的走龙项目 与血鸟同属于Yaku科 这个奇怪的原创科技单位名 取自骚鸟的日文名Kuruluyaku 和血鸟的日文名Titsiyaku中的Yaku 有说法称,这个Yaku可能是源于有着厌恶恶心反感意思的Yark 没错,日式英语确实会把Yark给念成Yaku 所以中文翻译或许可以将该科翻译作燕鸟科 而骚鸟的本名Kuruluyaku前半部分的Kurulu 则就有可能是Kurukuru的遍体 该词则有旋转,绕来绕去,忙碌的含义 也许是指代骚鸟在游戏中忙碌于翻找龙蛋的行为 所以如果执意的话 它的名字或许可以译作旋转燕鸟或繁忙燕鸟 而官方汉化则简洁明了地给译作了骚鸟 骚即是抓脑的意思 指代游戏中这种动物经常做出的动作 与此同时 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怪类的生物分类虽然参考了现实分类 但也有着明显区别 鸟龙种并没有像现实中的鸟类那样被归至瘦角鸭目 而是被分类到了鸟角鸭目 现实中这个鸭目最著名的成员是擎龙 根据设定级所限 骚鸟的体长可达9.01米 高度则为3.38米 这个数据发现实中大概是牛龙级别的瘦角类体型 而同样的 这也不是骚鸟的体型上限 根据猛鸟百科和怪类维基的数据 骚鸟的物种上限可达1.26米 将其与著名的侏罗纪狮子 易特龙及其对比就会发现 骚鸟的体型完全具备在侏罗纪成为顶级掠食者的条件 除此以外 在最终幻想的联动片中 还出现了一只体型达17.4米的超巨型骚鸟 不过这只个体是受魔法石力量影响而长大的 因此不算是自然体型 好的 说完了分类名称和体型 接着我们正式开始探讨骚鸟的生物学设计 对此 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出发 分别是骚鸟的头 身子和行为 从头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骚鸟的头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鸟头 它们的吻部已经完全演化成了鸟绘 当骚鸟张口时 就能看到它们的口中没有一颗牙齿 已经完全退化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 其舌头上长有几根细小的刀刺 这种刀刺现实中也有鸟类具备 像是企鹅的舌头上 便长有密密麻麻的刀刺 最后是防止滑溜溜的鱼从口中逃脱 至于骚鸟舌上的刀刺是什么作用 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那么骚鸟的这个鸟头造型 是参考了现实中的哪种鸟类呢 哈哈 相信很多小伙伴和我想到了一块 那便是人见人爱的嘟嘟鸟 对比双方的鸟绘造型就能看出 骚鸟的绘和嘟嘟鸟的绘一样又粗又长 且稳步莫端较为圆盾 形状非常接近 这里我们也稍微拓展一下 在网上我们经常会看到 很多嘟嘟鸟的复原图 给误化了一个类似猛禽的狗状会 其实这是错误的 通过这句保存于牛津大学的 嘟嘟鸟头部标本就能看出 它们的会部末端 压根没有这样的狗状结构 毕竟一个栖息在食物充足的岛云 生活安逸的不飞鸟 干嘛要长一个猛禽的会呢 而除了鸟会的形状接近 另一个让我觉得 骚鸟头部和嘟嘟鸟相似的原因 则是原因骚鸟大呆质纯质的眼神 看着不免让人觉得傻里傻气的 我们知道 嘟嘟鸟的拉丁属名Raphus 原意就是愚蠢的鸽子 各路文化作品中 登上的嘟嘟鸟也往往都被塑造成傻子 想逼合世纪中 它们一通操作把自己全足作美 在方舟生存计划中 它们被海莲娜称作岛上最蠢动物 以及在惊慌中被威尔逊直呼为笨鸟等等等等 并且说骚鸟傻可不单是羽毛群鸟 它在游戏中本就带有大量的谐星属性 结果在看到我们后 先是愣了一会儿 反应一秒后被吓得花枝乱颤 一下窜没了 以及在设定期中还提到说 当骚鸟拿起石头后 就会变得莫名自信 甚至敢和角龙这样实力远超自己的怪物脚板 然而实际在游戏中 面对强敌时双方往往还没过上几招 骚鸟就能吓得 自个把手上的石头摔碎了 你干嘛 如果说骚鸟的头部是个标准鸟头 那么它的身子就显然没啥鸟样了 先不说这全身披满鳞片 而几乎没几根羽毛的造型 我们知道 现如今被我们归入鸟类的动物 都具备或曾经具备飞行能力 没错 哪怕是像鸵鸟鹤鸵这样 已经丧失飞行能力的不飞鸟 它们的祖先也都曾经凹向于天空 而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附着飞鱼适应飞行 现在鸟类的掌骨和植骨已经愈合 且只有第二只较为明显 第一只和第三只都以高度退缩 使其前爪彻底丧失了抓握能力 即便是像十足鸟这样的早期鸟类 其第一只和第三只也已经出现了退缩的迹象 而骚鸟的前爪则呈现了三根长短肌肌的手指并排伸展 且具备抓握能力 这显然和鸟类的前爪结构不同 其次 我们可以看到骚鸟长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 而我们都知道 鸟类为了飞上蓝天 需要尽量的让身体轻量化 这么一条又粗又长的骨质尾明显是个累赘 它们将尾赘愈合成了尾宗骨 这个结构各有利于鸟类附着尾宇来进行空中转向 由此可见 若以现实鸟类的演化路线继续推测 骚鸟这样的身体结构和全身稀疏的羽毛 它和它的祖先都不曾飞上蓝天过 既然骚鸟的身体结构不符合鸟类的特征 那么它究竟是参考的哪类动物呢 我想已经有小伙伴看出来了 如果你还没看出来的话 那我们将镜头下一致脚趾 嗯 这下明白了吧 这个标志性上下的执掌 显然是大名第一的驰龙类的特征 尽管现实中的驰龙类早已被证明皮尤羽毛 但是今年恐龙大片《侏罗纪公园》中 披着鳞片的迅猛龙形象 实在是过于深入人心 骚鸟的身体造型或许正是在迎合这一复古造型的驰龙类 这一点在它的近亲炫鸟时尚亦能看出 如果我们将炫鸟投射的闪光膜去掉 它的外观和猪罗纪系列中的迅猛龙可以说是高度相似 周上所述 骚鸟的外形设计可以简单归纳为 是一个长着嘟嘟鸟脑袋的少语齿龙类 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骚鸟的外形时 会产生一种非常亲切但又特别陌生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现实中一个鸟会发育如此完全的鸟投 是不可能和一个身上长满鳞片 少语无异 将由骨质肠尾的身体凑到一块的 嘿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只要将现实中属于不同类群的动物特征不生意的拼接在一起 就能初步创造出一个怪物形象 不过就如我们前面所说 骚鸟虽然全身大部分被鳞片覆盖 但是在头顶背部和小臂上还是摄有少量的羽毛 那么这些羽毛是干什么用的呢 对此 设定集给出了两种解释 主流说法认为这是雄性骚鸟求偶食吸引瓷性用的 同时骚鸟也会用掉落的羽毛来标记领地范围 这一点我们在游戏中亦能看到 骚鸟时不时会故意将飞鱼弄到地上来作为标记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 这是骚鸟在进化过程中消失的翅膀所留下的痕迹 对于这两种说法 个人肯定是个人可前者的 且不说前面我们说了 骚鸟的身体结构不大可能飞上过蓝天 就算骚鸟真的演化出过不具备飞行能力的翅膀 那至少也说明曾经他的前肢道肩部都披满了羽毛 要知道 羽毛最初就是由鳞片演化而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乌舅和火鸡这样局部退化羽毛的鸟类 其裸露部分都呈现出皮肤质感而非鳞片 因此就算骚鸟的前肢真的退化了羽毛 那么它的前肢也应该是呈现大片裸露的皮肤 而不会是像这般披着鳞片 不过这里我们也确实不能把话说死 没准在怪力的生物演化中 羽毛真的能逆向演化成鳞片呢 综上个人认为骚鸟身上的少量羽毛 应该就是用于求偶和标记领地用的 当然啦 兴许再过个几百万年几千万年 骚鸟这最初只是用于求偶的少量羽毛 会慢慢躲起来直至演化出一个真正的翅膀 让它们成功飞向蓝天 好的说完了头和身子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便是骚鸟的行为 如果各位小伙伴曾在游戏中观察过骚鸟的行动轨迹 便会发现它们在巢穴外基本只干两件事 喝水和偷蛋 设定集中提到骚鸟平均每天要进食三到四枚蛋 其中尤其喜欢草食龙和火龙的蛋 此外 有些骚鸟还会为了偷大贼龙的蛋 专门前往古丹树森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古丹树森林 也能遇见骚鸟的原因 偷蛋时 骚鸟会悄悄靠近目标的巢穴 将龙蛋翻出抓在手里 随后飞奔回家准备享用 作案手法堪称行云流水 就是偶尔也会出出意外 不用说这个动作这个行为简直是太点了 原型绝对是臭名昭著的怯弹龙 作为文化作品中形象最差的恐龙 怀抱一颗蛋淘宝的窃贼形象 无疑已经成为大众对窃蛋龙的刻板印象了 当然后面我们都知道了窃蛋龙其实是被冤枉的 他们当时只是在孵化自己的蛋而已 却被无辜诬陷成是偷蛋贼 关于这方面的故事 我们在这期视频里已经详细说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这里就不赘述了 其实哪怕窃蛋龙真的窃蛋 他们大概也不会像我们印象中那样抱着蛋跑 对恐龙感兴趣的小伙伴肯定知道 过去瘦甲类恐龙的前肢经常被描绘成掌心朝后的姿势 但后来科学家们研究发现 瘦甲类恐龙的饶骨和齿骨关节不够灵活 前肢活动范围有限 根本无法前后转动他们的手掌 因此手掌只能像这样朝向身体内侧 换句话说 我们生活中常说易如反掌 但是这句话发到瘦甲类恐龙身上 那就得是难如反掌了 其次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高效地抓握东西 除了灵活的手指和手腕外 还归功于我们的手掌掌面大 并且就有能够和其他四指形成对握的大拇指 而观察切蛋龙的前肢就会发现 他们的前爪掌面小 且缺乏能进行对握的手指 因此再结合他们那无法前后转动的手掌 切蛋龙想要像影视作品里那样 稳稳抱着圆溜溜的蛋狂奔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骚鸟则完全规避了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骚鸟的前爪 平时呈现掌心朝后的姿势 而在偷蛋时 则会用掌心相对的姿势稳稳抓住龙蛋 足见他们的前爪非常灵活 可以自由转动 其次胜利集中还提到说 骚鸟的前爪指尖部分膨大 大面积的指幅上布满了小凸气 因此可以大大增加摩擦力 以起到防滑作用 游戏中我们也能看到骚鸟抱着龙蛋时 爪指四周膨大的部分 进而保障骚鸟能牢牢抓住龙蛋 除此以外 骚鸟的臂力也很惊人 胜利集称 骚鸟甚至能抓起300公斤左右的巨石 对此 甚至已经有学者 在专门研究骚鸟的胸大鸡了 很可惜 胜利集中并没有给出骚鸟的骨骼结构图 但我们可以据此猜测 骚鸟应该长有一个 和现实鸟类类似的龙骨秃 以附着胸鸡 这么看来 骚鸟在未来演化出翅膀 飞向蓝天的可能性 又增添了一分 当骚鸟将龙蛋带回巢穴后 他便会使用自己的胃来拙破蛋壳 这么看来 或许正是出于拙破蛋壳的需要 骚鸟才借鉴演化出了坚硬的鸟会 同时设定集上还补充到 骚鸟的胃上集合了许多感知器官 能协助骚鸟探知深埋地理的岩石货蛋 到这里 我们先前抛出的问题也迎热而解了 没错 骚鸟舌头上的刀刺 正是用于勾住蛋液 保障进食时蛋液不逆流 同时设定集还提到说 骚鸟只会进食龙蛋中最有营养的部分 也就是蛋黄 并猜测这种行为产生的原因 是一位幼年骚鸟的汇硬度不足 难以破开蛋壳 因此它们会将蛋固定在地上用石头敲碎 这样被敲碎的蛋 蛋清会流走 只剩蛋黄在壳中 久而久之 骚鸟便养成了只是蛋黄的习惯 不得不说对野生动物来说 这可真够奢侈的 哦对了 这里设定集还埋了个小彩蛋 称骚鸟为了防止误食自己的蛋 它们的蛋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颜色 而且由于复蛋期间 骚鸟要一直抱着自己的蛋 因此无法偷蛋进食 所以在蛋成功孵化前 骚鸟会一直处于绝食状态 有极少数骚鸟甚至会因为忍受不了饥饿 而吃掉自己的后蛋 但可惜的是 无论是设定集还是游戏中 都没有展现出这种特殊颜色的蛋 希望在明年的怪味猎人荒野中 官方还记得这个彩蛋吧 在新大陆这片弱肉墙时 充满血腥杀戮的残酷土地上 骑鸟者大量大型掠食动物的同时 自然也不乏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存在 而骚鸟便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作为体型较小的大型怪物 骚鸟并不像其他大型掠食者那样捕猎活物 而是作为一个小偷小木的窃贼 时刻惦记着其他怪物巢穴中的龙蛋 可以说是新大陆独一份的生态位了 显而易见 这样一个外表建盟行为龌龊的怪物 自然也不会设计成玩家的强敌 在陨植战斗的过程中 骚鸟降下的体型让玩家能够轻易地攻击到 他身上的各个部位 而骚鸟的几个攻击动作 包括小鸡卓米疯狂乱抓等等军事范围小 且派生极少的招数 非常容易躲 以至于骚鸟成为了游戏中 我最爱光顾的一种怪物 心情好或不好的时候 就时不时要去宰上一只 而当骚鸟搬起石头后 则又成为了玩家熟悉怪物肉质变化的新手老师 就如设计师德天所说 通过骚鸟特征性的爆弹动作 玩家可以了解到游戏中肉质变化和弹刀系统 作为游戏中为数不多邪心般的怪物 骚鸟的存在也让我对怪物猎人的生态系统有了新的理解 怪物并不一定都需要凶神恶煞 一个小偷小摸投机取巧的另类存在 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出怪猎生态的丰富